下面帶您看到一組國際新聞解訊 美國交通部長布迪及格週五宣布 拜登政府正在考慮增加一項新的稅收項目 向美國人徵收車輛里程稅 用於支付拜登基礎設施計劃 該項目預估所需資金是3萬億美元 美國總統拜登計劃4月22日到23日 在首都華盛頓以市平方市主持 召開40國領導人參與的氣候峰會 週五拜登表示 美國已經邀請了中俄兩國領導人 朝鮮官媒週六發表聲明稱 美國拜登政府批評平壤的言論 邁出了錯誤的第一步 表現出根深蒂固的敵意 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韓國之後 朝鮮繼3月21日發射巡航導彈後 又在25日發射了兩枚導彈 據推測是短程彈道導彈 拜登週四在首次記者會上稱 平壤的導彈試驗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週六上午 英國首相約翰遜會晤了部分為新疆人權發聲的英國人 他在推文中說 我與他們以及受到中國制裁的其他英國公民堅定地站在一起 中共週五宣布對9名英國議員、律師和學者 以及四個英國實體實施制裁 以報復他們為中國人權問題發聲 約翰遜在當天的推文中說 自由發表反對暴虐的言論是根本原則 我堅決支持他們 新唐人記者李清怡上鏡綜合報導 新聞媒體